业主部的大事AM年度科技论坛 今天在台北登场 为巡回亚洲五大城市的系列活动 揭开了序幕 这论坛就聚焦在车用物联网等六大主题 两个场次一共是吸引了将近2400名 半导体业界的从业人员报名参加 也创下新高的记录 满满人潮挤爆会场圈 是为了科技业大事AM年度科技论坛而来 今年回归实体形势 国内外技术专家专程带来最新科技资讯 自动停车或是说汽车方面 它需要去感觉周遭环境有一些开放 你都可以用这样的环境 做一次进步的开放 从车用物联网基础设施到终端产品通通有 这场论坛要用技术定义未来提升云端运算 改变汽车产业 促进物联网商机驱动未来科技 论坛将巡回亚洲五大城市 从台北达头镇跟11月3日的新竹厂 两场共吸引将近2400名半岛体业人员报名 创下新高 后疫情时代衍生大量运算需求 企业更要强化任性与复原力 等五三财经新闻扬唤卫婷 台北报道